有山路 這是什麼 亮亮的 啊 我看到了 水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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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眼睛好亮喔 在那 在山坡上 好亮喔 後面還有一隻喔 後面屁股對著我們那個還有一隻 低頭吃草那個還有一隻喔 喔 真的 在他旁邊 在旁邊 他走了 他走了 沒關係 他等一下一定會再回來的 那他為什麼會出現在這個附近 對 他為什麼在晚上 因為水鹿其實是夜行性動物 那但是他生活在高山地區 他也需要鹽分跟礦物質 那這個地方他其實很缺乏 所以當我們在這邊有排儀 或者是有一些留下的這些礦物質的時候 他就會來舔我們的東西 是嗎 對 原來夜行性的水鹿 在晚上會到嘉明賺喝水及蜜食 看來這裡 似乎是越夜越熱鬧了 你看這裡 好可愛 這裡有好幾隻的 好可愛 會覺得很好玩嗎 看到水路都不冷了 而且他們的數量比我們還多 我們身間變得弱勢族群 我覺得我好像住在動物園裡 人家才是地盤 這是人家的地盤 我們是客人 我被水路看了 你看到那個 他一直盯著我們 你看我們四個其妝衣服的人 在那邊拿燈罩什麼罩 而且他們好肥喔 那我之前看到有一些照片 都有人在餵食那個水路 那這樣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其實是不好的行為 因為水路他們有自己 他們自己進食的系統 他們有自己習慣的食物 我們這些食物其實不適合他 對 其實我們跟他們的相互關係 就是我們都喜歡這個地方 我們都用各自的方式 在這裡生活就好 我們互不干擾 也不要影響到他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是看看他們 拍拍照這樣就好 在自然環境裡 動物有其生存本能 如果因為人為的干擾和餵食 會讓他們失去求生的本能 及生病 因此愛他就請不要餵食他 也請將帶上山的垃圾帶下山 才不會讓水路不小心 誤食生病喔